当中有一个趋势是运动凉鞋和袜子 袜子除了穿起来要好看 合脚之外 它的贴合度每一个都是一种设计的思维 今天我们很荣幸的 Taiwan Master的单元 访问到的这位织袜子的专家 又称为织袜狂人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顶月制造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吴建月 吴董事长 他的竹梦和一份坚持 您好 你好 小王你好 那你为什么可以自称织袜狂人呢 我觉得说人生的过程之中 时间上是不等人的 我有不断地往前 不断地往前之中 必须要对本业有一颗狂热的心 一颗狂热的心之后 就可以创出不同的东西 像很多人都自称为一个达人 达人已经达到一个顶界了 没办法去再突破 我有狂人才能去突破 才能创造一些 创新一些新的东西 是 那你心目中 织袜狂人的梦想为何呢 就是让每一个人 能穿一双好看的袜子 好穿的袜子 让一双好看的袜子 能展现每一个人一个自信心 一双好的袜子 穿在腿上的时候 它可以跑出我们的人生 我觉得说 我们袜子不只是袜子 要付诸于灵魂 对您而言 请你从小 基本上就跟袜子 是非常的息息相关 因为您父亲 他就是已经创造这样的一个产业 但是可以说在您的手中让他茁壮成长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也分享一下 这个竹梦的过程 这个也推出在20年前 那时候是刚退伍 回到家乡的时候 我爸之前就是跟一个朋友和我 开这个公司 那因为可能是之前 有一些经营的不上 跟股东之间有一些纠纷 所以就把这个公司结束掉 只剩下一个公司的壳子 那时候我就是刚好毕业回来 看到我妈妈 怎么在整理一间里面一些袜子 她说总会这样子说 你爸爸不做了 他也没有那个豆子了 只剩下一个空壳子 而且袜子都是一些袜皮 袜子半成品 客户也都流失了 那时候问你 你要不要做 我那时候觉得说 袜子 纺织叶 是属于衣服里面一个配件 那时候大家都说 是细养工业 没贪断 那我做这个干嘛 可是说你不做 你看公司在这边 我妈妈常提醒我说 你怎么会做 你的饭都会穿 做成你做得倒 好有心 对啊 你怎么会做 要做什么 我们不可以穿 那时候就毅然决然说 好吧 那我就试着去做看看 这一试就到了今天 对 但是我们知道您的袜子 不光是时尚美观 还包括很多机能性的布料 我知道你们也跟工业院 合作开发了很多特别的技术 专门的一些面料 是不是这个部分 也可以请您跟我们说一下 这个是一元巧合之下 就是工业院来辅导我们 他提供我们一些抗菌砂 抗菌砂的时候 在几年前来讲 都还没有台湾没有 本部发展 就是说竹炭砂 竹炭砂它只是吸附臭味而已 那时候他们一个抗菌砂 结合我们的 用他们的素材 结合我们的袜子 开发出来 让我们说一双的袜子 它穿起来在我们的脚上 不只是美观 而且是卫生 有一些部分是包括像这种 强化袜头上面的 符合人体工学 或者是这种降低脚趾 跟袜鞋之间的一些摩擦伤害 或者是预防水泡 产生这种立体透气的网眼 来增加袜品的脚背 脚底部分的透气度 这种稀释排汗等等 都是非常高科技的一些 那你怎么做到这些的 本身我就是 号称袜子矿人 本身就是对袜子 就一个热爱的心 热爱心的时候 你会去觉得说 每一双袜子 都是经过我的脚上 我都会去试穿 然后觉得说 奇怪 一般的袜子 都没有分左右脚 而且我们两边的脚型 是不一样的 是喔 对 所以说我们开发一个 立体编织的方式 就是符合我们一些脚底的力学 做起来 是叫袜身压力控制吗 对 这是在我们头部的部分 OK 再来就是说 已经把头部的部分 符合我们的双脚 那我们脚还有一个 锥形的方式起来 那我们就用压力的方式 就是用渐进式的压力 让符合我们一双脚 所以真的不是只是美观而已 它还要考虑到很多这种机能性 包括我们人体工学的这种组成 对 它考虑到它的透气性 透气性 透气性的时候 我们还用一个特殊的方式 特殊的编织方式 让它一个立体的浮发的方式 让它更加透气 我觉得吴董长 你们很多的袜子 像我自己今天好开心 这个来访问 你看到了真的是各式各样 像我们看到 这些袜子都好时尚 好流行 这都是你们等于是出口到全世界的袜子 对不对 像这些袜子的话 它的真织数上面 也都是非常的细致 那这些都是你们要经过去研发的是吗 是的 像这些项目来讲 都是由美国设计师 他们设计了一个项目出来 一个图面图稿过来 那图稿过来之后 经过我们一个编织的方式 那我们在绘图的方式 就是符合我们的机器 那制造出来 那再打sample 打好之后再寄过去给客户感动 问题是你要做得到啊 对不对 当然啊 对不对 人家的request 他们的设计 你要把它都做得出来 而且我觉得你们的这些花色颜色上面 跟这种互相 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像你看这双袜子上面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可以 像有时候你看到说 袜子这么漂亮 剪线这么漂亮 其实中间经过很多一个过程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说 这个线的安排 它的图样的大小 它的编织的方式 编织起来好不好看 还有它的翻射的问题 还有它的减纱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必须再调整我们的机器 在绘图的时候 让那个胶织的编织的方式 让它呈现出来 一双更完美的袜子 所以中间有经过很多一个 修饰的一个工程 董事长 您对顶月呢 真的是有一份您自己的坚持 那我们晓得呢 您做了很多的外销 在这个世界各地呢 都有你们的袜子之外的话呢 您一直有一个品牌的梦想 对不对 所以呢 不管是Dr.Motion呢 是做比较运动袜 或者是Fashion and Fancy 对 还有你们的睡眠 美腿袜的部分 你一直希望在品牌上面多琢磨 是的 在我们在做代工的过程之中 有时候就会怕到客户也转断 包括你说做内销或是外销 甚至在内销的时候 有一些盘商来讲 甚至为了五块钱 一打五块钱 他就可以帮你转单了 外销也是一样 如果说你跟不上他 或是什么 都是帮别人去代工 是 所以说从小就有一个 就是在自外光人之后 就想说 下一个梦想是什么 就是品牌制度 是 我知道品牌制度还很重 但是我事件已经慢慢有琢磨了 就是先将我的品牌一个注册 就是Dr.Motion 跟Fashion Fancy 这两个品牌 一个是走运动风 一个是走时尚流行的风 这条路虽然是难走 但也是必须要走的路 吴董长 您在社头这个地方 真的也是造福相理 因为很多人也是因为贵公司 有很多工作的机会 不知道接下来 在您的心目当中 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 或者是想要有更大的一些目标 在我们的产业面 面临这么大的海啸的冲击之中 那我在最坏的时候 我认为说 我必须加码自己 我就是从国外进口 Dr.Motion最新经济的机器 它可以达到说 我们这个公司的需求 让公司脱胎换苦 您加码自己就是加码台湾 让您的袜子 也可以行销到全世界 让我们大家都能够被看见 非常的感谢您 今天介绍我们的访问 谢谢您 谢谢